看过大明风华的人,对剧中乳狗的胖子,一定有深刻的影响。他在父亲面前忌惮君王。被朱棣队,在两个弟弟面前被弟弟们百般刁难。屡次身陷危机。依靠儿子帮助解决。又被儿子对这个懦弱的父亲对。被他们对得没地方去了。干脆卢卢居。谁知又被老婆看见了。又被对了一顿好家伙。 然而这个被人对的胖子,在历史上究竟是怎样呢?大明风华中的胖子朱高赤于1378年8月16日出生凤阳府。从小性格端庄稳重。爱好读书。儿童时代便开始学习武术和儒家学说。由于身体较胖。不善其术。他一心钻研儒家学说。深得老师的器重。而他的两个弟弟,却是骑马射箭的能手。 虽然他在1395年被立位世子。但是朱棣很不喜欢这个胖子。走路都要吓人患着还是跌跌撞撞。觉得他不像自己。因此朱棣更喜欢老二和老三。可是他的祖父朱元璋,却很欣赏他的儒雅和仁爱。 并且亲自教导他。有一次朱元璋让他大清早去检阅军队。谁知他回来的速度快。令人吃惊。他解释说应该让士兵吃饱了再去检阅。 然而当朱元璋让他审阅几位官员的奏章时。他却有条不紊地把他分为文武两类。并做了相应的报告。朱元璋也不断地被他的文才和行政能力所感动。 从电视剧中我们看到的朱高赤,也是一位儒雅。仁爱的太子。只是觉得他有点耸而已。他在朝堂上不无价子。对每一个人都是有爱人善的。以致朱干几都觉得他太窝囊了。甚至瞧不起他。当两个地腿故意找他岔死时。他也是笑嘻嘻的。在父亲面前更是战战兢兢。朱棣让他滚出去。他绝不敢走出去。因此朱棣很不喜欢这个懦弱。 朱棣每次行军打仗都带上老二老三。并且鼓励老二加油。老大身体不行。1399年朱棣率军静南期间。朱高赤留守北京。开始介入地方政治。并且组织留守老弱病残和妇女巧妙守城。以一万人打退李景龙的50000军队的进攻。这一战的胜利为朱棣静南成功解决了后顾之忧。是朱高赤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战。 当时剑文帝为拉拢他。许诺他当王并写密信一封。他信封未差就送给朱棣。让剑文帝的反剑计落空。朱棣静南成功。朱棣对立朱高赤为太子犹豫不决。 他觉得世子太仁慈了,会受到别人的胁迫。但是他的儒雅和仁爱,深得朝中大臣的拥戴。而大明风华中朱高赤被立为皇太子。完全是朱瞻基的功劳。实际上也是朱高赤作为世子时,通过了朱棣的层层考察。 在大臣解禁。黄为的力劝之下。朱棣最后决定在永乐二年1404。五月朱棣立朱高赤为太子。太子之位一旦确立。 他就是未来的皇储。太子坚果。听起来权力很大。但是弄不好便会招来杀身之祸。因为太子一旦确立。便会成为准皇储。皇帝老子会考验你。兄弟们会挑你的刺。要做到皇帝放心。兄弟顺心。没有宽厚仁爱的胸襟。你就做不到。但是朱高赤在当太子期间,却是一个仁爱的好太子。 当太子坚果时。年纪轻轻的他要想得到朝中大臣的拥护,也只能凭借自己的实力。无论是在南京还是北京太子坚果时。他的儒雅和仁爱,都得到老师们和老臣的拥护。并和他们建立了友好的关系。在朝中父子俩也有不协调的时候。朱棣和朱元璋一样是火爆脾气。动不动就会骂他。而朱高赤呢便会任由父亲责骂。并且从不记恨朱棣。 朱棣出征时。他为朱棣的军需供给提供了保障。让他不无后顾之忧。并且把朝堂之事处理地井井有条。然而1414年当朱棣从征盟回来。 二弟朱高赤却诽谤他。未能为皇帝完成某些任务。被明成佐恨恨地责骂一顿。并且宁禁了杨宝和黄为。朱高赤为杨浦和黄为求情。遭到朱棣的严厉责罚。 为了查清太子有不有篡位的野心。明成佐曾秘密派一胡盈。回到道京师监视世子。并嘱托他说。人们常说太子失德。一旦有不轨。立即告诉他。 然而三个月后。胡盈被誓死的事实所折服。以皇太子成敬小锦。七世密秦之。至此朱棣对朱高赤的疑心完全解除。然而朱棣最信任的老二。老三不断地找太子的路。 为了夺敌朱高绪设计除掉了。支持朱高绪为太子的解禁。并在几年后悄悄杀害了解禁。二弟朱高绪不甘心就藩。并私自续养武士。暗中积累力量图谋不轨。 幸好在1417年被朱棣强行流放。朱棣担心太子的人爱会遭人胁迫。谁知正是他的人爱,赢得了朝中大臣的拥戴。朱高赤当太子期间,完全没有太子的架子。也不像朱棣的火爆脾气,让大臣们战战兢兢。稍不顺心就有可能脑袋搬家的危险。 而在太子邻国时,他不仅虚心请教老臣,事事都力图做到最好。太子监国的完美表现让他成为准接班人。 而大明风华中朱高赤成为准太子,却完全是因为儿子朱瞻基的功劳。朱瞻基自小聪明能干,跟着朱棣南征北战,并因好圣孙成为准皇太孙。 然而事实上是朱高赤的人爱,通过了朱棣的层层,考验成为准皇位继承人。虽然在朱棣并重期间,老三朱高岁也曾阴谋夺敌。后因人告密事情败露。朱棣差点杀了老三。又是朱高赤跪在父亲面前苦苦求情。朱棣才没有追究他。朱高赤的儒雅。大度。仁爱。让他从一个完美的太子最终成为皇帝。 1424年朱棣在北征回京路上病死。朱高赤于1424年9月7日登上了皇位。他登基后释放了因反对朱棣北征,而被朱棣囚禁的下缘级。并且采纳他的三条建议。他上台以后与民休息。减免赴税。力图改革朱棣的不合理习期。为建文帝平反。赦免建文帝时的老臣。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,得到朝中大臣的一致好评。 在他当皇帝期间。处处以仁君的标准要求自己。修明刚祭。爱民如子。让人民得到充分的体系。为后来的人宣之志打下了基础。遗憾的是这位厚道的皇帝。他继位不到一年便死了。 临死前他留下一兆,振及淋浴日前。恩责为家于民。不忍重劳。加重人民负担。也就是说他在位时间不长。没有为百姓创下福祉。不要因为自己加重人民的负担。一切从简。 这位仁后的皇帝,和他儿子在位时间虽不长。却开创了仁宣之志,已经是很不错了。如果他能多活上几年。或许明朝又是另一番结局了。大明风华中搞笑。被人对的胖子,在历史上的功劳,是无人能及的。在历史上能称为仁宗的。只有两个人。他是其中之一。可见他的人是名副其实。 谢谢。